所以當它復刻成只有兩個的時候長的就會像雅琳 那它如果有三個的時候呢 三角形 對啊 但是因為它也有可能是這樣 也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把它描述出來的話 就是有可能這兩個對面有兩個對面 然後這裡面其中三個或四個會填滿邊 所以它的形狀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對 然後為什麼會是仿錘型是因為 什麼叫仿錘 嗯 仿錘 所以你們看過嗎 有點像釣魚的那個錘子 它會有一段間 然後一段像水底形狀的東西 因為中間比較小 旁邊比較大 因為它是一個機率分布 所以我離得越遠的機率是不是就越高 離得越近的機率 因為我離得近的時候吃力大 離得遠的時候它刺力比較小 所以它越遠的地方分布就會越大 所以它看起來就會像是一個仿錘的水底形 嗯 對 所以 不行 如果它只有一個鮪魚的時候 它要出現在哪裡都可以 所以它是一個圓形 但是如果我有兩個的時候 然後我兩個離得遠的 它會比較穩定 所以它看起來像是哪裡 對 對 對 如果三個都出現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在對面 就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OK啊 然後再來我們還有兩個描述 呃 表說這樣子 一個叫做磁量子 一個叫做自炫量子 那 這兩個可以先不用管它 因為 等一下接下來我們不會用到這個東西 那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在一個原子盒外面 它電子有可能出現的 位於有第一個 它的主層 它在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的時候 會等於12345 那它的每一層裡面的那個副層 嗯 因為我們 就不是用12345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 spd 然後再來是fgh 嗯 對 它的數據是這樣 然後 然後 fgh 那 接下來 就是 它電子會塗嗎 填在這裡面 那就要講到所謂的 構築人的 嗯 那我們知道 然後 依照熱力學定律來說 這邊有說 嗯 我就把它構築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 你在熱力學定律裡面 就 就跟人一樣 人都很難 可以不動 它就盡量不要動 可以待在原地穩定 它就會越來越穩定 那所以 它在構築的時候 它會 有 能量最低 最穩定的狀態 然後慢慢倒高 那 那如果我現在有一個原子盒 外面有很多層的時候 我的那個能量 把它放在那個 月靠 我們學習說 越靠近能量越大 對 靠近能量 是 能接比較低 對 它的那個 和之間的那個能量 可能大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它那個鮭魚上的那個 然後直接 原則上 我們會有 低階的往外面填 比如說 我現在只有一個 墊子的時候 優先填在最裡面 那如果裡面都填滿了 再慢慢往外填 對 它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順序 那它的順序是 就是由1到2到3到4到5 就是主能接 好 那可是 在同一個 主層裡面 它可能有不止一個 墊子 比如說這個主層裡面 它有5個墊子 那它要照什麼順序 來點 5個墊子 先填2個 然後再填3個 好 那這三個的順序 一樣 我們 有主層 主層還沒填滿的時候 我們看主層 主層的順序就是 S,P,D,N,G,H 這樣填下去 好 那所以 接下來問題就來了 我們怎麼知道 每一層它會有G的 每一層有幾個 對 就是 這一層它可以填幾個墊子 這一層它可以填幾個墊子 第三層可以填幾個墊子 第三層可以填幾個墊子 我用背 2 233 288 1833 沒關係這可以不用背 因為它其實是有公式的 它很簡單 就是 第一層 就是 2乘以1 的平方 對 就是2乘以1的平方 什麼意思呢 2乘以2 2乘以1的平方 欸不是不是 哈哈哈哈 第二層是2乘以2的平方 第三層是2乘以3的平方 第四層是2乘以4的 2乘以3的平方 2乘以3的平方 平方是在3上面 2沒有 對 對不對 所以第一層的話就是2乘以1 第二層就是2乘以4 第三層就是2乘以9 第四層就是2乘以16 就是哪一層的平方就對了 所以第六層是多少 2乘以6乘以2 72乘以2 假設有啦 但其實沒有那麼多 最後只有到六層而已 嗯 目前發現的原數 目前發現的原數啦 嗯 就是2乘以1的平方 就是2乘以1的平方 嗯 所以第一層2填滿 第二層就8多可以填 然後第三層就18可以填 然後第三層就18可以填 嗯 YES 對就是這樣 然後它的順序就是用SPEF這樣填下去 好 所以比如說 那你怎麼知道一個原子的 它有多少個電子 就看到紙 紙紙跟電子的成績 對它有幾個紙紙 它有幾個紙紙 理論上它就會有幾個電子 嗯 那有幾個紙紙這件事要怎麼知道 用倍元素做幾個 1A 1A 1 3 5 9 用1到8A主你只能知道它最外層有幾個電子 對 但是 好滿 像羊有16 羊是 那個 分子數是16 是嗎 對 所以它的鏈子就16多 16 呵呵呵 不是很覺醒 用到心虛 答案是8個 嗯 一半 好不好 好 嗯 這樣說好了 這是 你知道原子週期表怎麼來的嗎 那週期只有知道口訣什麼 你那樣的色法 我們也該怎麼樣 然後變成這個是1A2A 好 那我們看週期表上面 它上面有一個數字 這個叫做原子序 順序 人序 那它的順序是什麼 然後排的 對 那這樣 那它的序列是怎麼排的呢 就是 決定它 有一個 有兩個字 有三個 有四個 有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等等 所以你剛剛講在講它有幾個字 有八個 所以它有八個字 或者是理論上會有幾個字 八個 對 好吧 比如說碳好了 碳有幾個字 六個 所以理論上它應該有 對 好 好 那我們就隨便找一個來填 假設 好 現在告訴你碳 那你有辦法知道碳有幾個字嗎 六個 六個 好 所以它應該要用什麼順序填 八個 六 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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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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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二 二 十六 沒錯 就這樣子 好 好 佛 佛的原子序是九 那請問它最外層有幾個點子 五 四 九 對 好 只要你算最外層有幾個就好了 第二幾個 五 你不要用背的 用算的 哦 九 等一下 九 九減二 七 七 再接 四 五 五 就是七啊 因為第二層可以填八個嘛 八個填不滿 所以它最外層就是七個 哦 嗯 嗯 所以 可是這邊 S不錯 它還有D2 對 二還有D1 二沒有D 哦 這邊就是 二的負層只有兩個 三個 P可以到六 你看P到六這樣加起來是多少 第二層就是八個囉 對 對 所以 比如它是九 那你知道第一層可以填兩個 後掉還剩七個 按第二層可以填幾個 八個 八個填不滿 所以它最外層就是七個 嗯 好 那再隨便一勾 嗯 美好了 美的原子區是十二 那它最外層有幾個點 兩個 後面剪 把它再剪了 OK 所以知道怎麼算 所以知道它怎麼來的了 所以 OK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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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子區是十一 外層會有幾個 一 嗯 好 所以 嗯 再一次 那 所以像你看喔 我們剛剛講佛 佛是幾A組 所以它外層有幾個 七個 七個 好 那 綠呢 外層也是七個 所以它會有幾個 也是七個 然後秀三十五 外層還有幾個 好 不用算了也是七個 沒有錯 所以現在看到它其實我們為什麼會叫一A 二A 三A 四A 五A 六A 七A 八A就是它外面會有幾個 它就叫幾A 所以 那是一個 架是一個 五是一個 那比如說 美是兩個 應該是兩個 所以 知道那個幾A組是怎麼來的 它其實就是這樣 來的 好 我們前面講多多 就只是要知道這個 所以 如果你都不想知道前面那些的話 你也可以一到八A把它 一杯 我想知道 我想 對 就是這樣SEDF 算出來的 好 那所以一到八A這個 永貝嘛 清明它叫陸瑟 PMAX 對 然後那個孟宇家 它使用這個永貝 好 那再來就是 一到二十的原子序 會需要杯 清海裡 光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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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所以比如說像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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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我們剛剛有說過99.95%的重量都是在原子盒裡面嘛 原子盒是什麼組成的啊 原子盒是因為 一般來說在正常的狀況下 其實跟中式的數量其實是一樣的 正常來說 對那如果是放射性同位數的話 那不一定 那所以為什麼之前有的大力 比如說 碳好了 它有6個子 所以它會有幾個那個總部 總部是6個 加起來有多少 所以你在算它的那個原子量的時候 然後就是也成 通常 除非它告訴你它這個東西是碳磁 是它不是碳磁的 對它再來就是那個同位數 放射性同位數 放射性同位數它就必須告訴你 那類似那個異形 它也算是那個異溝乳之一 可是其實 只要它的質子 質子數決定大部分的化學性質 所以只要它的質子數是一樣的 化學性質不會差很多 它差是差在它中式的那個數量不一樣 所以碳磁磁就是它有多兩個中式出來 所以我們一到八黑都解決了 那你之前問的那個什麼 哪一個是激發台這個應該就知道多少寫了嗎 嗯 可是就是跟我說 因為它違反構築原理 對啊 因為你看喔 1S、2S、2P 它跳過了3S 然後他說這個 就是它能量比較激烈 比較高的狀態 所以它就很激發 嗯 嗯 這個其實就跟我們冷藏的時候 為什麼會看到很多的光是一樣的 那這些光的產生是因為 我能接有很多層 那我待在低的能接的時候會比較穩定 那我就好像那個 我從這一邊要丟一隻米 或丟一個網球 我要把它往更高的地方丟 我是不是要給它能量 那我給它能量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這隻米或這個網球丟到最高的地方 等一下 它會掉下來 也就是說它這個胃呢 其實沒有辦法維持很久 所以它掉下來的時候就會 把這中間這一段的能量給釋放出來 那它釋放出來 其實就 會變成 一個人 一段那個波長 那那個波長如果剛好是人類的眼睛 可以看得到的波長的話 你就會看到光 嗯 嗯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那個激發台 你還跑出來的那個光 你都可以看得到 它只是在那個 這間光的範圍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見 嗯 嗯 嗯 通常要達到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你要給它一定的期限 不要嘛 就是加熱 然後就給它滑雪 不要嘛 就是碰撞它 等等之類的都有可能 嗯 嗯 嗯 對 它沒有加激發台 所以它就是 構築原則其實 只是 紅的定則裡面的第一條而已 就是 但是紅的定則基本 想要學到兩條 學到三條 學到這一點不重要 因為我們也用不到 那 就是不是 永遠快到大學的感覺 對 其實這個 對啊 這樣子的一條學 是大學的東西 然後 然後 再填這個 ES2比賽 FPDF 它只有一個那個意外 然後就是 4S會比3 比一孩 要更偏 不過沒關係 因為那個已經超過原子 就是原子量超過20 在那個原子才會遇到 那這個 怎麼比它 對 就是 其實這已經快要到意外 就是 那意外 對 它基本上就是 你看喔 我這邊 ES2S 2P 3S 3P 這裡貼完了之後 對 它順序是這樣 前面順序都是這樣 沒有錯 但是實際上 它會先填4S 兩個填滿 然後剩下的才填回來 直接3米 它只有這一個地 是不一樣 對 對 OK 好 那沒有關係 現在就不用換它 因為我們 因為這也不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我們要講的重點 其實是在這一帳裡面 就是 那些化學物 就是化學物 就是化學物 就是要形成的 因為我們有 現在有1到8A 那你知道8A組是什麼 多星氣體 嗯 它不會反應 為什麼 它最穩定 因為它外面是填滿8個 對 外面填滿 然後外面填滿 它就不會反應 好 那再來我們 從8A往1A組 慢慢回來看 7A組是什麼 它就是 乳素 對 CNPOLUTION 這些都是乳素 就是我們用的那個 海龍 這些都是用的東西 那 乳素外層有幾個件子 7個 所以它 得到一個 只要得到一個 墊子 它就會變成是 那個 完面會有8個的穩定狀態 那這個簡單的定則我們把它叫做霸餘體規則 這個也有聽過嗎? 對,就是外層滿八個的時候它就會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那對7A族來說,搶一個電子過來它就可以變成霸餘體 但是你要它七個電子包丟掉是很困難的 也不會困難 你給它很高的能量還是有可能 平民的加熱還是什麼,其實還是有可能 只是對它來說這件事情就很困難 所以對乳素來說,它就很容易去抓一個電子 那再反過來,我們看到6A族就是我們在講的樣子 最代表的就是那個氧系的元素 它氧,它外面有幾個? 六輪,所以它容易怎樣? 都抓兩個電子,抓兩個電子來是最快的 所以在那個電子它是大於負電 對,所以當這些李子它在李子牌的時候就是 它會帶著就是兩個負電 所以我們在寫紙牌的時候,我們也會寫一個O 然後上面一個2負電 那如果是那個屬次的話,我們上面就會寫一個負電 就是代表負電,譬如說日啊,負電 好,來辦 5A族 5A族 5A族外面有幾個? 5個電子 所以它容易幹 3負電 3負電 OK,好,3負電 那再來 比較特別的喔 4A族 4A族 5A族 5A族 5A族外面有幾個? 5A族 5A族外面有幾個電子 3負電 見 camera 5A族 5A族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所有的有機化合物都會以那個碳系者 4A族 拿去 5A族 5A族 當作1到8F的轉折 它既可能抓也有可能或是不抓 然後再來就是321 那321的話就很簡單了 因為它外面只有321的電池 所以它其實丟掉會去抓根花 尤其是數量越少的時候 因為你只丟掉一個會比較容易 但是你要抓7個會比較難 所以像EA組的話就是我們在寫它 它裡頭牌的時候上面就是一個證 對比如說那個那裡頭牌就是一個證 那所以在發語體規則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檢視那個 我們所有的那個化合物 然後化合台期的時候的那個 公家配位狀態 比如好像前幾天那個 就是問了一題那個氧化語 為什麼那個氧化語 我感覺不知道海鮮錯 對 那東西需要擋個電話嗎 馬上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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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